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绒 你看 一个是用了脱宝盖 一个是用了我们平常说的宝盖头 多一点 还有嘴唇的唇 它的表翼的部件 用的不一样 一个是用口来表 一个是用热来表 这个口跟热有相同之处 你摸摸你的嘴巴 嘴唇是热的还是骨头的 那当然是热的 那么我们的口都要由热组成 如果是骨头的咳 那可能是另外一种动物了 康 你看 米字大家都用 这是表夺音的那一部件 也就是身符用的不一样 一个是健康的康 一个是高康的康 春和体质 两个部件都用的不一样 一个是墨和春 一个是豚和翼 右边的那个软耳朵 是翼变化成的 翼就是居民点 充满住人的 成为居民点 这个群字的群 你看左右这个是正体 上下这个 部件哈 两个部件完全一样 但是这个 安字的部位不一样 它就构成另外一种写法 构成一体 我再写一个这样的字 左右这个是正体 上下这个是一体 这是群动的群 这个江 边江的江 正体反而比划多 意体倒是比划少 把这个正体的左半边省掉 就构成了它的一个意体 所以正义制的关系 跟反简制的关系 不完全是统一的概念 您注意 反简制的关系 简化制一定比划 比反体制少 可是正义制的关系 正体制的比划 也许比一体制的比划 还多也说不定的 所以它跟反简制 不是一回事 现在 对三号问题 跟二号问题 这两把钥匙要区别一下 三号问题 也就是一体制跟正体制的关系 它是正义制的关系 两个字 两个字 可能 时间出现有些后 有可能 一体制出现的早 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正体制出现的词 有可能 但是 但是能不能光凭这一点就是说 这是 古字 这是金字呢 不能 二号问题 二号问题 古金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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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字 一定是有 时间的先后的关系 一定是这个字出现的早 这个字出现的词 是 在避开 躲开 躲避 这个意思上 它是二号 这是金字 但是我们知道 古字的意象 往往比金字的意象要多得多 这个字形除了躲避这个意思之外 还可以当辟儒奖 还可以当邪辟奖 还可以当君主 避 来讲 复避 就是失掉位置的君主 又上宝座了 是不是 那么它的古字的意象 一定是多于金字的意象 对吧 我再举个例子 反 除了反回这个意思以外 它 至少还有一个反对的意思 在 比较两个字 古字跟金字的意象的多寡的时候 我们知道 在反对这个意思上 我们并不这么写 因此 加者之底的反 它的意象 比前面那个反 意象要少 它除了反回 还可以当反对者 这个却不行 它只是反回 它不是反对 这个例子已经够明显的了 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 区分二号和三号的一个规则了 如果两个字 仅仅有出现时间早晚的关系 比如说 我写一个 写一个 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 尽管我们知道 前面这个字出现的时代早 后面这个字出现的时代词 但我们却不能光凭这一点 就是说这是二号问题 我们仍然要说 这是三号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逼迫的逼 无论这样写 还是这样写 意象 读音 都没有差异 这就是逼迫的逼的 这个意思 这个也是逼迫的逼的意思 两个字的意象的多华 等于 读音 等于 只有时间早晚的差异 光凭时间早晚 不能判定它为三号问题 而不能判定它为二号问题 那么判定 判定是二号还是三号 另外还要考察 另外还要考察 意象的二者 意象的多华 是不是相等 相等三号 不相等二号 我们用这个区分法 应该是可以把二号和三号分开的 那么第三号问题 提到两个概念是相对的 现在大家把它复说一下 三号问题里面 两个概念是相对的 正体 正体 正体字对应的是什么 一起字 一起字对应的是什么 正体字 好的 三号问题已经解决了 下面我们看四号问题 也就是第四把钥匙 和多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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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给它的定义是 因磁性改变或者磁以转变 而引起读音改变的字 比如说 比如说 好 美好 好 磁性是形容磁 磁性 好 爱好 好 对于美好的好来说 这是我们很熟悉的 这个意义我们很早就掌握了 这也是它的通常的用法 通常的读音 而读成去声 好 当爱好 喜爱 等等意思讲 这个呢 读音跟那个前面 跟上面那个 不一样了 那么 磁性也变了 不是原来形容词磁性了 而是变成动词磁性了 因此我们就说 因磁性改变 由形容词变成动词了 而引起了读音改变 不是掌声 而是去声了 那么这种 这种字 我们就叫它 四号问题 这个四号不是编在这儿 而是编在这条线上 这是四号 如果不掌握破度字 我们拿到古文 一开课就会错 说分音不多 你要读出声音来 你又没有掌握这个知识点 这把钥匙没有掌握好 一开课就会错 比如说望天下 你读成王天下 那人家要说话的 人家要批评的 望天下 什么叫望天下 七个字可以解释 统一天下 统一天下 而称王 这就是望天下 义贺 做衣 名词衣 衣服 动词衣 穿衣 穿衣 朋友们 有一些书上 把这种情况 读称衣 衣服的衣读成衣 这种情况叫做什么呢 说名词 活用如 动词 错的 它不是名词 活用如动词 它是引申出来的 是从衣服的这个名词 引申出一个动词衣来 它是固定用法 不是 是临时用法 朋友们 我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我们人类为什么要做衣服 目的是什么 穿 那么好 一 它自然就引申出一个动词衣来 穿 而且这个成了一种新的预定书成 为了把 这个字形所记录的 那个动词衣 能够把它表现出来 于是就付给它一个特别的读音 不再读 一了 要读称 一了 有的学者把它叫做什么呢 叫语音造词 把语音造词 特意改变一下它的读音 造出了一个动词的意 这个词 语音造词 这个也是一种解释 我们呢 把这种情况叫做破读 而不是 而不是叫做池内活用 这个是四号问题 不是五号问题 要等到五号问题 我们才来说池内活用问题 现在 我再给破读字 从另外一个角度下定义 这个我们又再写在屏幕上 大家一边听一边记一下 为了更容易把握破读 和与它相对的一个概念 就是相对的两个概念 为了把这个相对的两个概念 把它分清楚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 给破读下定义 同时也给如字下定义 这两个都是很重要的名词 我们要掌握 我先给如字下定义 一个字 有两个和两个以上的读音 这是一个前提 一个字有两个和两个以上的读音 在上下文中 就读它最通常的音 就按它最通常的意义来解释 就按它最通常的意义来解释 这就是读如字 这就是读如字 分号 到此为止 我们把什么叫如字已经解释完毕 我连贯起来 不说一遍 一个字有两个和两个以上的读音 在上下文中 就读它最通常的音 就按它最通常的意义来解释 这就是读如字 一个字有两个和两个以上的读音 在上下文中 没有读它最通常的音 没有按它最通常的意义来解释 这就是破读 一个字有两个和两个以上的读音 在上下文中没有读它最通常的音 没有按它最通常的意义来解释 这就是破读 看到有没有 现在能完整地把这个如字和破读的定义 复苏出来了吗 我验收一下 我听一听 所谓如字 解释一下 一个字 三 请 来解释 不是表示 这个解释如字的时候是 在上下文中就读它最通常的音 就按它最通常的意义来解释 这就是读如字 一个字有两个和两个以上的读音 在上下文中没有读它最通常的音 没有按它最通常的意义来解释 这就是破读 好 朋友们 这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牵涉到我们敢不敢 放大了声音来读古文 你如果这一点没有掌握好 你可能一开口就会错 那么破读之类我们再准一些常见的 当然不止这些 我挑一些最常见的 使用频率比较高的 气 刚好这个我们可以利用一下 如字 你看 这个气 夺这个是破读 夺急是如字 相 相 相 去身 破读 相 互相 如字 重 设重了 一言重地 这个重 破读 中间 中国 这个中 如字 都如字 现在我们就这些例子 就这些例子 可以得到一些错误的结论了 什么错误的结论 这个字 你看这个字形 这个字形是一个会语字 是吧 这个 他的个照 跟墨有关系 跟这个墨 也有关系 有关系的 是吧 这个墨 那么竖起来就是这样 横着就是这样 古人啊 造这个 香的时候 它是这么一个思路 在大平原上 最明显的 这个观测标记是什么 树呀 树呀 你想 找到我家呀 容易 我告诉你啊 从这往东走越里 再往北 走半里 你看到三棵老槐树了 那就是我家了 那你找我很容易找了 是吧 那么它的本意是什么 查看 在查看以上 读的是去声音 还是平声音 在查看以上 是相机形式 还是相机形式 你读 你平常掌握那个 成语 是相机 还是相机 再想想 是相机啊 相机啊 相机 查看机会 查看好时机 在行动 对不对 有本意 有本意 查看 引申出来的一个意思 相貌 你观测一个人 查看一个人 看到他的长相 这个名字意 是读成去声的 还是读成平声的 你是读 你是把那个双言词 读成长相 还是读成长相的 是长相 是吧 好的 现在我们可以解答一个什么问题了呢 在本意上 用了破读音 还是在他的很远的一个隐身语 互相 这个意思上 用了破读音 本意反而用了破读音 是吧 那么他的很远的一个隐身语 互相反而用了音评音 平声音 对吧 用了一个如字音 那么现在您 可不可以 用这个反面的例子 来破掉一个说法 说 本意上用的是破读音 隐身语上一定是用的 而不 本意上用的是如字音 隐身语上才会用破读音呢 不会了 因为明明有一个反对的例子在这 只要有一个反对的例子 你那个结论就不能下了 对不对 何况还不止一个反对的例子呀 要找一批都是有的呀 所以破读音跟那个 破读音还是如字音 跟是不是本意 是不是隐身语 没有必然联系了 对吧 所以您给这个 破读音还是如字下定义的时候 要刻什么概念呢 最通常的读音 和不是最通常的读音 感谢您的读音